这一家几周岛航空公司不允许中国人登机 我在这发个视频录制一下啊 不要随便拍照啊 有问题可以通过其他图案 不要再随便拍照 你让我摸上手机是不是 我现在非常生气 咱们中国人在海外 没想到被欺负存这样子 完全是颠覆了我们以往的认知 海国人也派了一个代表 去到边上小黑屋里面谈判 谈判反正给钱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过去问了一下 韩国人说你们带了什么东西 带到这边来 韩国人说我们带了 捐赠给这边孩子的铅笔 书本这些东西过来 我想说脏话 就是他们到这边太黑了 太黑了 一直一直问我要小费 我就说没钱 脏都给我盖了 看他嘴里一直嚼着口香糖 一副很不得了的样子 刚才你们看到的视频 就是昨天我们在出老窝海关的时候 那个女的在给我盖了几个章之后 直接问我要小费 然后我直接就给他说用完了 没有钱 然后他就在窗口里面拿起太珠 示意我说你可以到那边去换 我就一直说no no no 我态度很坚决 而且搭那个脸 然后他就很不爽嘛 然后我就把手机拿出来拍视频了 我们小哥一直喊我不要拍 其实我是不应该拍的 因为我想起了在这种地方是不能拍照的 但是我当下还是记录了他丑陋的嘴脸 然后直接把护照给我 我以为他给我盖完照了 我就没有理他了 结果后来各种为难我们的小哥 现在出关 哎哟 这好热 离京堂 现在不停的arrival 然后停departure 没有钱 吃无客不再要钱 我在5号窗口 然后又被他赶到1号窗口 赶到1号窗口还要 要我也不给你 一分也没有 在入境被海关要小费是什么体验 分享一下昨天我们在入境的时候 被这个要小费的情况 当我们下飞机之后 在办理入境的窗口的时候 就有一个称制服的人来问我们 100人民币VIP 在来之前我参考了很多工业 都是不需要给这个钱的 那么之后我们就跟着一起去排队 在排队的过程中 前面就有几个我们同行班的人 然后他们在那里 然后就因为没给小费 被让继续回来排队 那我就问了他们 他们说不能惯了 我再猜 这是警车 这是一个7-11 然后这些警察 然后里面有一个 孙静兵阿姨 然后这个是 小卖部 然后他们 因为我是中国人 所以一起合伙欺负 我看个看戏 韩国就这样 因为是中国人就瞧不起欺负人 作为一名生活在欧洲的中国人 我今天要说一句大实话 就是很多中国人都曾经在欧洲 遭受过种族歧视 有的人可能不相信 有的人可能不乐意听 反而这个就是事实 我是怕更多的同胞 遇到此类事件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不知道该怎么还击 没想到有一天我在美国会被华人歧视 没问题 谢谢大家